場邊要訪問到內宮的教練 那我們談一下今天這場比賽 為什麼一開始會處於0比2的落後 跟賽前的預測好像不是那麼樣的相同 沒有 因為一開始被打一拖5比0 你就知道今天選手他們的狀況 比較慢進度狀況 第一局第二局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也沒有急著調戰警 就是下來後面他們自己又把分數咬近 可是又被拉開 就只有在中間暫停跟他們稍微激性 那在0比2絕對落後的情況下 怎麼交掉球員 如何能夠將戰局逆轉過來 我們也沒有特別交代什麼 就是只有說看能不能多打幾局 因為畢竟每一局都是一個機會 是 是 那當然非常恭喜內宮 最後3.2逆轉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那這邊請觀眾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4.5